相信你们都看过Anthony Starr 在黑袍纠察队之中完美呈现 护国超人这个疯狂的卫君子 不过他前几天才因为刚暴揍了一名21岁的厨师 而被逮捕判下一年唤醒 据说他还这样威胁那名厨师 你不知道自己惹到了谁 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什么 这叫方法演技 各位方法演技懂不懂 虽然他在事件发生当时 是在拍Guy Richard的电影 而不是黑袍纠察队 不过显然是护国超人还没下戏 不见让我想起之前一个访谈 问你原本谁最像他的角色 所有人立即指向Anthony Starr 这可不是个好征兆 他之后是不是就要去喝人奶了 我知道这很严肃 但是拜托别让这件事影响 最后几季的黑袍纠察队 没有他那整个影集的醍醐味可就没了 我是HOMELANDER 我可以做什么都要